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就是关于拍卖平台的二手车 它到底适不适合新手去购买 我的答案是 我觉得可能不是太适合 就是拍卖平台它分两种 一种是线上的 一种是线下的 就比如说线下的这种拍卖会 它们有可能会让你临时有时间 在拍卖之前的几个小时 让你有时间去看车 但是很多的线上的拍卖会 你甚至连车都看不了 所以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就是你去拍卖的时候 其实你就仅仅只能根据 他们平台提供的车员的信息 然后去做判断 你去拍那种车的时候 你就心里还是打鼓 尽管它上面描述特别特别的精准 但是你看不了车 你眼睛没看到 你是不是不放心 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来说 那也会有很多的情况 比如说有很多车 它从照片里面看上去 就是很漂亮 就是橙色很好 但是实际上 你去真实的看这台车的时候 你会觉得真的会有差异 你就比如说线下 你能看车 那我告诉你啊 同时停了几百台 你也不知道你接下来 到底会拍哪一台 你怎么看 那你就算是对其中有几台感兴趣 那你是不是得先从几百台里面挑 对吧 挑完了之后 然后慢慢的细致的去看这几台车 但是我告诉你时间不够 你会看花了眼 那假设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经验丰富的人 然后能在几个小时之内 能从几百台车里面挑出你所喜欢的车型 然后慢慢的去看 看好了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价格会拍的很高 因为你能看得上的车型 别人也能看得上 你那个时候就一定会出现 拍卖场上经常性会出现的场面 你争我抢 你举牌 我举牌 你举牌 我举牌 比如说加一次就五百 加一次就一千 其实这些数看起来很小 那我看上一台车 我的心里价位是五万五 这时候别人已经抽到五万六了 你心里面会不会想 我再加五百 再加五百 再加五百 经过几轮角逐之后 这个车已经加到六万多了 那是不是跟你在外面 那种大型的展厅里边 或者非常非常靠谱的那种 那个零售店里面看到的二车价格 其实差不多 对不对 甚至有可能你拍到比他们的零售价还更高 而且我们刚才所说的是那种 经验很丰富的车饭的去拍卖场去看车 如果你是一个小白的话 那你连看车都看不了 你怎么拍 而且我可以举很多很多这种例子给你听 比如说我自己 我就在很多的线上的拍卖平台上面 其实有账号 我来举很简单的例子 我身边的例子 我之前在拍卖平台上面 拍了一台这个宝莱 这个宝莱 当时那宝莱 他们的检测人员 这个鉴定这个车型车况非常好 65B 65B的车况其实就算是还不错了 因为他们的车况分级是ABCD ABCD AB的话其实就算是相对比较好的车 但是他在上面描述的那个65B的这种车况 结果有一个隐藏的点 就是它的翼子板梁 其实有状有变形 如果说不是因为我们师傅 要去把这个前杠的这个缝隙给它调队 然后把这个前杠拆下来 透过一个很小的缝隙能看到 其实如果前杠没拆下来 那个地方根本就看不到 因此这台车最后被我们批发了 我们也没有拿来零售 批发了 亏了4000块钱给它批发走了 那这是第一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 我们还从一个线下的一个拍卖场 去拍了一台本田的私域 并且呢这台车其实我们提前有看过车况 但是呢因为在拍卖场里边 你没法动车 也没法把它上架 那我们当时看前后纵梁都没有事情 各个四辆六柱 外面就只是一些喷漆 大体上的都没有问题 而且橙色贼型 但是最后你发现 这个车备胎坑磕过 并且备胎坑穿了 但是呢它穿的那个地方 正好是备胎罩住的地方 你完全看不见 其实这个影响不大 但是当时我们觉得这种车况 可能不适合在我们平台去卖 那我们又给它批发了 亏了3000块钱 所以这就是我们身边非常活生生的案例 那还有很多的例子 我随手可以举给你听 有这个一台GLK 当时其实那台车 车况真的非常的优秀 就是它的这个功率数也少 完了年份也新 然后这个购物次数零过户 完了这个外观内饰 也都橙色特别好 但是那台车呢 它的大绿本上面 写着这台车曾经变更过发动机 那这种情况就很明显嘛 对吧 抛出一些小概率的其他的可能性 大概率这台车是曾经更换过一台发动机 那这种车况一般的人就不敢买啊 当然你如果不跟人说 其实很多的小白都不明白 但是这种车没法卖 因为你有一天东商事发了 这个事情你处理收获是很麻烦的 对吧 对于那些专门做零售的人来说 这种车知道的情况下就肯定不会要 对吧 那这又是一种情况 你看它什么都好 你看车什么都好 但是手续 你看手续的时候 你发现它变更过发动机号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很隐藏的情况 第三点 就是拍卖平台上面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但凡是那种车况特别好 好到极品 极品到 凭文字描述和图片 让大多数人都能判断出 这是一台好车的这种车 明眼人就能看出来这是一台好车 这种车型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在拍卖平台上面 价格绝对低不了 你本来想去那 想便宜的收一台好车 心想着那种地方肯定是车贩子才会去的地方 我作为一个个人 我想去那捡个漏 想以车贩子收车价 想去收一台车 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那种车绝对低不了 而且绝大多数人都喜欢这种车型 对吧 你喜欢 他喜欢 我也喜欢 是个宝贝 谁不喜欢呢 对吧 那拍卖平台上面的规则是 价高者得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的钱格外值钱吗 对吧 当你的价格没有别人出的高的时候 你是不是拿不到这台车 当你出的价格明显低于行情价的时候 在场的那么多人精 那么多车贩子 他知道你出的这个价格还低于上价 你怎么可能拿得到呢 对不对 而且车贩子收车 其实他并不一定说一定是低于上价收哦 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有渠道 能把这个车能卖的更高哦 是不是这个道理 而且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 在很多平台上面 很多的车贩子 其实把那些线上的拍卖平台 其实研究的很透 规则吃的死死的情况下 会出现什么情况 会出现他们自己自产自销哦 比如说他有一台车 车况确实很好 很优秀 但是呢 他的渠道 短时间之内 他卖不掉 他决定 到线上的拍卖平台 来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碰到那种 想来线上平台 简陋的那种 个人买家 对吧 于是乎 他把车上传到拍卖平台上面去 完了有人过来 给嫁了 他们自己人会注册别的账号 来跟着你顶嫁哦 这种情况很普遍的 我曾经见过很多案例 比如说 我在某平台上面 我建有一台 12年的一个上库 以当前的一个市场行进价来说 如果说但凡是在拍卖平台上面 他能拍到12万5到12万8或者13万出头 那是一个很高的价钱了 因为差不多这几乎已经是当下的一个上库的零售价了 要知道GTI 10年的 现在半个钱就能买到了 12年的差不多就10万到10万出头 10万多 11 也就差不多这样了 对吧 一个上库12年的拍到12万5 没有成交 你不觉得很诡异吗 而且长时间没有成交 很明显嘛 抛除那些小概率的 真的是这个车主不懂行情之外 卖家不懂行情之外 大概率是因为出12万5的这个人 是他们自己人啊 我另外还见了一台宝马5系 528 在平台上一直挂 挂了20万 那个价格当时对 就是你但凡懂点行情就知道 那个价格已经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个价格了 但是那个价格整整在平台上挂了 也是挂了几个月哦 然后到最后 我去通过平台的这个 我的专门的负责人 我去问这个车价格的时候 人家18就能卖哦 对不对 因为那20万是他自己飙上去的呀 自己的人顶上去的呀 所以这种情况你怎么判断呢 哪怕是你是一个经验特别丰富的老贩子 对吧 你也不一定知道每台车是不是有他们自己人顶价 更何况你是一个没有什么经验的小白 你怎么在上面去占到便宜 你也根本不可能的好吧 第五点是几乎所有的检测平台 它的检测报告都不可能包含有上架检测底盘和试价的项目 我研究过很多很多平台 因为我做这行的对吧 我肯定比绝大多数的这个普通消费者要相对的懂这些规则一些 那我研究完他们的这个规则之后 我发现几乎没有哪个平台会上架给你检测啊 这个项目那个项目没有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即便这个平台非常的公正客观 并且非常的详细 那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 他没有检测底盘和试价的时候 他不可能把所有的车框都写在里边 那这里边是不是有不确定的因素 而且因为这样检测的不全面 它可能会导致有很多的扯皮哦 而且扯皮的时候你要注意哦 平台的规则是最终解释权归他们 他们认为这个没有问题 你认为有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说了算哦 所以你扯皮是没有用的 在很多情况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发生了纠纷 你不想要这台车 你要么就只能扣钱 要么就只能忍着把这台车过户了 过到自己名下哦 你去拍卖平台上去看车框展示的时候 它平台为了规避责任 它几乎会把所有的项目都写成很烂 比如说是不是烧机油 它肯定会写烧 是不是漏机油 它肯定会写漏 是不是哪个地方有什么毛病 它肯定会写油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上面已经写了烧机油 或者说它上面已经把这个车员 按最烂的来写了 你还买 这个就属于你自己的问题了 不是它的问题 所以它为了规避责任 它把这些东西都写得很烂 那你就没法通过它的文字和图片 来判断这个车到底是不是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 烧机油漏机油 排气管都冒蓝烟冒黑烟这类 对不对 很难判断对不对 这些问题人家在开平台之前就已经完全想好了 而且人家背后有规模庞大的智囊团和律师团队 早就把合同的各个字眼都抠得死死的 你不可能在它上面占到任何便宜好吧 我们都占不到便宜 更何况是那些没有什么经验的小白了 然后最后我们来说一个最基本的人类心理学常识 如果说真的是那种极品到爆炸的那种车型 那种车员对吧 它轮得着上拍卖平台去卖吗 如果说你车员真是那种特别好又特别热门 我告诉你轮不着上拍卖平台 首先身边的朋友这一步就逃不过 完了现在的网络多发达 各种贩子 市场的 平台的 各种经纪公司的 你上网但凡发个铁不到五分钟 各种电话就打过来了 那些收车的贩子会连夜赶到你家里 如果你车价卖的真的够便宜的话 对吧 轮不着上拍卖平台 真的 拍卖平台只适合什么人 只适合那些经验特别丰富 有自己的维修资源的那种车贩子 并且他们必须是不是那么在乎车况 只在乎价格的那帮人 因为他们拿了这些车之后 他们有能力 有渠道 把这些原本不是那么好的车况 给它修复的 相对外观内饰好看一点 完了 把这些车况不是太好的车 卖给那些 对吧 不是太懂的人 比如说有很多 或者说 说简单一点 人家有能力 把这些车卖给那些小白 或者是那些 偏远地区的 二三线城市的 或者乡村 城镇的那些人 人家不是那么在乎车况 就觉得价格便宜 就OK 就能买 人家有能力 能给他卖出去 那OK 适合在这上面 如果说你是一个手捏着 差不多几年的积蓄的 这么一个人 想给自己买台车 然后未来给自己存 自己用的这么一个人 你有必要 真的是为了那么一点点 所谓的 你想象中的 能便宜一点点的 那么一点点优惠 而去冒这个风险吗 并不值得 当然了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个点 就是什么样的个人买家 适合去拍卖平台买车呢 首先他也得像贩子一样 经验很丰富 且对车况不是那么矫情的人 如果说这个车子哪里出现了什么问题 他不会那么惊慌失措 能冷静地处理问题 能客观地看待这台车 并且呢自己也是有能力 搞定后续的一系列过户啊 什么修复啊 准备这一类问题的这种人 比较适合这种 当然了我们不是说 所有的拍卖平台上面的 所有的车都不靠谱 或者说有很大的问题 有很多的塞尔店 其实他们有很多那种 置换的车员 他们就直接选择 拍卖平台 或者说自己熟悉的那种车商 去直接批发给他们 确实有很多塞尔店的 个人一手车在拍卖平台 但是我们综合 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些点 如果它真的是那种 车况特别好的车 肯定价格不便宜 车况很一般的车 它价格其实你在外面 也能买得到 车况很烂的车 你又分辨不清楚 因此呢 为了想象中的 那么一点点所谓的 能在拍卖平台上面 剪个漏的那种心理 而去冒这个风险 是不是值得 所以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 如果你想清楚了这个问题呢 那么你是否适合去 这个拍卖平台上去买车 你的心中就自然会有答案 那么OK 本期的糖煮料球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聊 拜拜 拜拜